朋友们好,我是小三皮 刚刚从济南披山方向下山 看得出来沿途的山景分享的美 红叶全面盛开了 沿着彩西路往西营方向走 路过月星谷 景区一年四季风景各有不同 在深秋季节 月星谷景区其实也是一处欣赏红叶的好地方 今天视频镜头给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处在大山环境当中的月星谷景区 可以看得出来里面展现镜头 有很多的露营地 赶上天气清好的时候 相信在此露营的环境 确实非常的不错 景区处在四面环深的山谷当中 看得出来 在大山周边这些黄楼屋叶也开始逐渐变红 而且面积相对来说也是颇具规模的 这些黄楼屋叶也开始逐渐叶也开始逐渐叶 在大山周边这些黄楼屋叶也开始逐渐叶 在大山周边这些黄楼屋叶也开始逐渐叶 这里是双龙湖 在深秋季节最近雨水相对减少 相信里面的水源应该不是太多 咱们随着镜头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展示 既然来了咱们欣赏红叶的同时 也是沿途欣赏周边的美景 顺便把镜头也分享给咱们没有来过的朋友 这里相比赏红叶的一些景区和景点来说 相对比较清静 一加连出游到时候如果赶上合适的时间 可以沿途一路开车来转转了 随着景区展板名牌的展示 咱们顺着台阶上山 身体结构打造的这些亭囊观景台 现场工业确实也非常的好 随着步道上来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种植的这些树木 植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 沿着木道长廊 可以围着山体结构去欣赏周边的美景 走在环山步道长廊当中 可以看到周边身体结构 颜色也变得更加丰富起来 在此观赏红叶也是一处不错的选择 相对来说能少还清静 所以到时候有感兴趣的朋友 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过来了 在十月底之前 相信周边大山的环境 颜色会更加的鲜艳 今天也是给大家朋友们简单的探探路 相对其他的一些山体野山 在此有台阶有步道 对一些上岁数的老师朋友们来说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观景浏览 确实也非常的方便 后面的镜头 大家随着视频 一起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第一次过来的朋友 直接导航济南 月星谷 从披山方向顺势下山 路过第一个景区 便是月星谷 下个视频咱们沿着采息路 继续往西英方向走 到时候碰到有红叶的地方 沿途停车 给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站在亭廊 高处的观景台 给大家环绕一周 拍一拍周边身体 相信再过一周的时间吧 周边的身体结构会越发的鲜艳 到时候感兴趣到朋友 路过可以进来转一转 来丰顶